Hello大家好我是Sony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美国彩妆保养品牌 Tarte的开箱 因为德国的购物网站 或者是欧洲这边的 我买不到Tarte 所以呢这一次我就 直接从Tarte他们的官方网站来订 那因为前一两个礼拜 刚好是他们的周年庆 所以呢他们就有一系列 就是七天不同的优惠活动 总之我就很凑巧的 我那时候刚好要找他们的产品 就去他们的官方网站看 刚好就看到他们的一些优惠 我就马上订购了一些 那好像在那七天 他们刚好就是免运费 然后国际的我不知道 是刚好也免运费 还是达到一个购买金额 他就是可以免运费 所以我就很幸运的免了运费 然后又买到一些优惠的产品 那废话不多说 我就来赶快跟大家分享咯 这个呢就是他们寄来的盒子 很多的外盒就是很多的唇物 这样子 那收到的时候我一样 我已经先把它打开 然后确认一下里面的品项 是不是正确 所以盒子是已经打开的 它打开就是这样子 里面呢其实还蛮可爱 只是外面因为运送的关系 所以看起来没有那么美观了 但是里面一样是就是很可爱 那他们的官方网站订购其实还蛮容易的 但是唯一一个就是 有就是我账号有一些出错的 我不是很很很开心 然后我有跟他们客服联络 那他们客服回复的速度不是非常的快 我又去他们Facebook的粉丝页去跟他们联系 Facebook的粉丝页他们回复的还算快 那总之呢 嗯 重点就是我最后收到了 那他来他们很特别 是这张就是我订购的那个产品的 嗯明细 那他们很特别 他们来的时候其实有两面 这一面呢就是他们的 然后寄送资讯这样子 然后他原本是这样子嘛 给大家看 这样子贴 然后你他会他有那个指示 就是你把撕撕下来反面 就是你的订购名系 我觉得这个还挺特别 那他们的包装纸呢 就是还蛮一致的颜色 这样子打开 然后我就一一把产品拿出来给大家看 因为其实我很喜欢这个品牌 只是在台湾买不到嘛 那在欧洲这边我也没有找到 我不知道有没有卖 但是我找了各处网站 我就是找不到 嗯 所以我只好直接从美国那边订 那第一个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个 这个一大厅 他这个前阵子刚出这个系列产品的时候 我就很想要 可是就像我刚刚提到的 基于欧洲我买不到 所以我就一直就是你知道残念 直到我这次订了 终于买到了 这个呢是 Rainforest of the Sea Deep Dive Cleansing Gel 洗脸的 那我看他官方网站上面是说 好像是可以卸妆 就是有卸妆的功用 我看一下 对 他这个可以卸掉防水的彩妆品 所以我就很想要试试看 因为刚好我洗脸的也快要没有了 所以就买来试试看 那接着呢是这个 这个其实我买的是因为他刚好是在特价 不知道是五折还是几折 我想说拿来试试看 他这个是叫做 Light Camera Lashes Inner Room Liner 就是是内眼线 打开来看 他是内眼线笔 但是他的因为他的那个名称还蛮特别的 所以我就买来看 他是Brightener的感觉好像是内眼线打亮的 他的叙述我忘记什么 但是我当时看的时候觉得 很特别 他就这样子这样 这样子 好打开 他就是看起来像是肤色 不知道看不看得清楚 看起来就是肤色 然后是内眼线打亮的 不知道是不是让你的那个 睫毛更 更立体 是不是不晓得 下次用了再跟大家讲好不好用 再来呢就是跟刚刚那个洗脸一样的系列 就是Rain Forest of the Sea 这个是Radiance Drop 这个听说很神奇 他就是感觉好像是那种保养油之类的这样子 他是长这样子 然后他也是滴管型的 你打开 然后你看他里面是有 等一下喔 他不知道是不是要先摇 我把它摇一摇的打开来看看 他里面感觉好像有粉底液的那颜色 但是他是长这样子 不知道看不看得清楚 他里面是有点像粉底液的颜色 他这个 听说很厉害就是 不管你是保养品 就是比如说乳液 或者是彩妆 如果你的皮肤太干彩 比如在粉底液啊 或者是那种妆前乳 等等 都可以帮你的皮肤 就是让妆比较补贴 或者让你的皮肤比较保湿 所以我就想说买来试试看 他后面有 有特别的提醒大家 就是用之前要先把它摇一摇 就是让他里面混合均匀 这样子 好 这一罐我还蛮期待 蛮兴奋想要使用它的 那接下来呢 就是这一盘 这个呢 它是叫做 High Performance Naturals Clay Play Face Shaping Palette 嗯 它这个好像就是有这样三格 然后是 像是腮红啊 然后修容等等的 然后有三种颜色 等于是你可以 你可以 嗯 画出三种妆容这样子 它打开来就是这样子 跟它的包装盒是一样的 然后 后面呢有教你说 就是一些化妆的小技巧这样子 对 就是可能是怎么用这一盘吧 然后它打开 打开是这样子 然后它上面 呃 好像那个粉有点掉 它上面有一层那个盖的 保护膜吧 大家看 它就是长这样子 你看 它 我看一下 它上面有写那个颜色 对 它那个粉好像运送途中 甩来甩去吧 有一些 掉出来 我看一下它后面 对 反正它就是长这样子 它里面附的这一张呢 有 有三个 可能就是教你 每一个 它的用法 大概是 呃 就是建议你怎么使用 有一些小配方 就是 它这边是一个妆容 一个妆容 一个妆容嘛 大概这样 然后它有 打亮的 然后 然后 有眼影 然后还有 我觉得应该是修容吧 所以 嗯 我就想说买来试试看 但是我现在 已经觉得有点 麻烦 因为它那个粉 已经 就是弄到旁边 包装都是我的手上也是了 好 没关系 我等一下再清理一下 那 最后一个 我这次买的没有很多 就想说 先买来 嗯 这些产品先用了 然后看它运送 过程有没有 嗯 出现了什么问题 比如说海关或瞌睡的问题 然后 在决定之后 要不要继续在它的官方网站上 所以我这一次没有定很多 那这个呢 是最后一个 这个呢 是 High Performance Naturals 嗯 跟刚刚那个 那一盘三种妆容的是 同一个系列的 那 它这个呢 嗯 这个就是眼妆 然后还有腮红 把它打开来 希望这个粉 不要掉粉 很害怕 会弄得到处都是 哇 它这个很包装精美 它外面还有一个 就是保护 保护它的那个盒子的 这个盒子 因为可能是 它是 嗯 金属的嘛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材质 可是它这个可能就是防刮吧 因为它那个可能材质 还是比较 比较脆弱 把它打开 先给大家看 它这个就没有 没有掉粉 很厉害 它上面那一层保护膜 有印了 嗯 就是每一样的名字 比如说 这个 印的 Champagne wishes 香槟的愿望 这样子 那我把那个膜拿掉给大家看里面好了 这样 我觉得它颜色都很漂亮 嗯 它都 它有 我觉得它好像 它每一个颜色都还蛮漂亮的 有带 有霧面的 有珠光的这样子 都是我很喜欢的颜色 好 下次用了 觉得 看好不好用再跟大家分享 那这一次Tarte的开箱呢 非常的简短 就是打 大概只是给大家看看 我买了哪些 东西 就是我觉得还蛮有 蛮有趣 然后我很想试试看的 然后我买这些 它在它官网上面评价都还不错 所以 嗯 我就很期待很兴奋 要试试看 那这一次整个 订购 运送 一直到收到 东西的过程 嗯 我觉得还算OK啦 就是只是 它们网站可能出一些问题 然后 嗯 运送我又没有办法 就是 它的Tracking number 我不知道为什么中间 有一段是 那个 吊诡 就是 我没有办法知道它在哪里 不过 重点是我最后有收到 然后收到 就是从我订购 一直到我收到 嗯 大概费时 10天 11天吧 所以还算OK 因为要从美国 直到德国来 需要一些时间 所以 嗯 我觉得一切都还算不错 大家如果有兴趣 喜欢这个品牌的话 其实可以直接去它们官方网站 订 我觉得还 嗯 还蛮好的 嗯 因为其实在法国Sephora 它们 也没有 也没有进这个品牌 那 嗯 美国一定有的 美国Sephora一定有它 但是 欧洲这边我都没有找到 嗯 所以呢 直接从它们官方网站订 是 一个办法 嗯 好 那哦 最后跟大家分享我 今天的那个唇色 是用 嗯 上次 法国Sephora开箱 跟大家分享的那个 NARS的 霧面唇彩 它的那个 名字 我还是忘了 但是 给大家看 它的那个 英文叫 Power Matte 就是这一支 我刚擦上去的时候 我觉得 嗯 oh my god 颜色很深 而且很显纯文 因为它是霧面的嘛 可是它现在干了 我就觉得好像 还好 它现在干了 我就觉得 没有那么湿湿的感觉 可是 还是显纯文 给大家看 请忽略我下巴的痘痘 好 那 今天的 Tarte开箱 分享 就到这边 我在法国Sephora那支影片 就跟大家说 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开箱 嗯 有点无聊 可是又不是那么无聊 无聊的是说 你只是看别人买了哪些东西 可是 不无聊的地方就 你可以知道说 诶 人家为什么会想要买这个东西 其实它是不是特别好用 或者是它特别 嗯 不一样 这样子 所以 我还是录了这支影片 因为我觉得 虽然无聊 但是还是不无聊 我废话非常的多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解说 希望大家还喜欢 大家如果喜欢 给这影片一支 赞 嗯 那 新朋友的话就是 你今天刚好录过我的频道的话 要记得订阅哦 然后把小铃铛打开 以后有影片上传的时候 就可以及时收到通知 那 哦 如果大家喜欢也可以分享出去 欢迎大家分享出去哦 好 那就先这样子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